獅子座在農曆三月有以下的鬼人 第一,是一些很聰明的朋友 他們可能很多話說,轉數很快 和經常說話都很急 第二,是一些百足那麼多爪 不單是他可能會自己涉獵很多行業 有很多知識 和他的人脈都應該很廣很廣 第三,是一些年輕人 活力很充沛,行動力很高的人 那這些貴人會幫你做到什麼呢? 原來他們會為你帶來以下的機會 第一,是錢的機會 尤其是如果是幫你去做一些買賣、商貿、合作的東西 尤其是遠洋的貿易 這些東西不是全部都是在香港做的 可能他可以幫你去搭橋搭路 搭到一個海外的供應 或者他會幫你去搞一個網店 然後你主要去銷售那些客人是在海外的 那這件事就非常之大機會成事了 第二,或者不是說錢 但是一些精神方面的追求 例如你想讀一個course 然後你苦無門老 他就幫你收風 搭橋搭路 然後終於找了一個科程可以很適合你讀的 或者終於找到一個老師肯去教你這件事了 ok 或者是一些進修讀書方面的東西 ok 都是一些比較高層次 不是說高層次 高層次精神上面的追求 都可以幫你做到這回的事情 那還有 甚至是如果你現在這麼風雨飄搖的世代 都很多人經常想去搞移民 如果獅子座的朋友已經有想移民了 那就真的要趁著農曆三月去搞 而要找我剛剛上面說的貴人去幫你手 那這件事就確保 不要說確保的 但是有望可以大大提高馬道工程的機會 不過要說一說 你做任何以上的事情 其實你的家人是會反對的 ok 很大機會會反對 例如我搞移民 可能有些家人不捨得你走 又或者甚至 原來你想一路去進修讀的一個 course 但是可能會有些家人 會覺得這件事是浪費錢的 可能我當你想去讀 不知道哪個大學的研究院的人類學 那家人就會反對 你讀這些那麼沒用 出來找不到的 course 你不如正正經經坐 才買一層樓 ok 就是這樣 又或者我當 就算不是衝到家人 不是家人會反對 但是一些跟你居住 那些問題都會容易衍生 例如我當你要搞移民 你想這個農曆三月去搞 那你都要去到新的那個國家 都要找個落腳的地方 那但是原來 這個貴人幫你去搞移民 幫你鋪路 那樣樣東西都很暢通 但是就是 你要找新居那時候 就會有很多的阻滯 ok 那這些全部東西 都是要有定一個心理準備的 但是無論如何 我覺得 鄧雲來說 其實 你們那個good luck 都是多過你們那個bad luck 那就不需要那麼擔心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EV, YouTube 都記得要點擊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鑼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面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有時候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占星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星雲系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一點點心意 就說 在我弄星雲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想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恒星銀行的恒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恒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發掘 啦